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旭利亚的首都 但自2011年旭利亚战争爆发以来 增进阿拉伯人口中的天堂已是满目创意 战痕斑驳 七年的战争到现在依然看不见和平的希望 最近美国火同英法发射巡航导弹袭击旭利亚 让世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在这个中东小国 旭利亚战争爆发以来 起码有十多股势力卷入其中 战争造成的后获是 仅四十万平民死亡 五百多万人流离失所 背景理想 但是要知道 整个旭利亚也不过一千八百多万人口 战争打了七年 旭利亚起码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 受到最大伤害的不是是叙利亚政权 而是叙利亚的女性 她们的命运随同国家的命运一样 跌入了深渊 惨烈的战争厮杀 不管是反对派还是政府军 参战的主力主要是年轻的男性 战争导致大量的轻壮男性人口损失 再加上逃难往周边国家还有欧洲的难民 种种原因导致了 叙利亚突然之间产生了大量的年轻寡妇还有圣女 以至于她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 女性同性恋在叙利亚大大增加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 隔壁邻国约旦的光柜们 组团前往叙利亚挑选老婆 约旦人喜好十四岁以下的少女 娶一个漂亮的叙利亚老婆 只需要四百地纳尔 按照汇入 四零零地纳尔 财约等于人民币三千二百块 把她带走 好好照样 女孩的父亲对钱来买老婆的约旦人说 我没有钱再喂养一张嘴了 惨而在一些战争影响比较严重的地区 许多年轻丧富的女孩不得不依靠联合国救援组织提供的食品来户口 但是救援不能一直持续 不少年轻的女性不得不从事皮肉 生意来维持生活糊口 要知道 清白对一个阿拉伯女性来说是无比重要 她们的心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创伤 这种遭遇简直生不足死 还有部分女性脱下长袍 摘下面沙堂起枪加入了军队 活破山河载 成春草木深 这个春天 叙利亚战火纷飞 遍地哀红 这就是真实版的弱小就要挨打 丛林法则 弱肉强食 没有强的国 哪有安稳的家 更让人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